好,那么看一下啊,那么现在呢,我们启动这个项目,你注意啊,现在我们启动这个项目,我们使用的是Python,Manager,PUI,RUNSERVO啊,我们说这个呢,在我们启动项目的时候,我们需要一个外保服务器,这个RUNSERVO呢,是Jungle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开发时候使用的外保服务器,这个呢,服务器只在开发的时候使用啊,在实际部署的时候,不会去使用这个RUNSERVO。 RUNSERVO啊,那么使用谁去作为这个外保服务器,通常呢,就是使用这个UWSGI,那么这个UVCG啊,它呢,就是一个遵循WSGI协议的外保服务器,你要使用它的话,需要呢,经过这样的几个步骤啊,第一步,安装,那么怎么安装,在你的虚拟环境里面使用Python,Install,UWSGI,把它呢,进行一个安装啊, 就找到你的虚拟环境,在你虚拟环境里面,敲入命令啊,Python,Install,写上一个UWSGI,那么这样的话,这个UWSGI,装入你的虚拟环境之后,你就可以呢,敲这样一个命令啊,这个命令呢,叫做UWSGI,哎,敲这样一个命令啊,那么,这是我们,把这个UWSGI这个服务器呢,已经装上来了啊,装上来之后,对吧,怎么去启动,用它去启动 我们的项目啊,那么首先,这里面呢,需要进行一个UWSGI,它的一个配置啊,那么这个配置,怎么去配置呢,首先第一点啊,我们知道啊,你的项目在部署的时候,一定需要把Settings下面的这个Debug呢,改为False啊,关闭它的调试模式,并且把下面的这个也进行一个相应的设置啊,那么这个呢,我们就先把它呢, 我们现在要部署项目了,我就在这里面呢,找到这个Settings,找到我们这个项目的Settings啊,把这个折起来,找到Settings啊,在里面呢,把它的这个Debug改为False,并且呢,给它改成一个,行,好,这样呢,你把它关闭之后,对吧,上面我们要用UWSGI启动我们的这个项目,需要呢,去进行一个配置,在这里面呢,我们需要呢,去建一个配置文件啊, 我们比如说在哪间呢,比如说我们在我们项目下面呢,新建一个配置文件,又一个文件啊,起格名的UWC.ini,代表呢,它是一个配置文件,一般你看到这个Ini结尾的,它就代表它是一个配置文件啊,那么在这里面呢,配置的话,怎么配置啊,把这一段内容,你注意啊,把这一段内容呢,把它放到你的这个,里面,放这里面之后呢,下面看一下每一个配置项作用啊, 首先在这里面,那么,如果你使用UWSGI直接作为一个web服器的话,那么你需要在这里面呢,给它指定一个配置项,叫做HTP,HTP后面呢,写上你要监听的这个IP和,短口号啊,就是相当于我们,PAS, manager,哎,manager啊,PY,run server后面跟上的这个IP和,短口号啊,这边就HTP指定,它要监听的IP和短口,另外下面一点呢,就是,CHDIR,指定一个路径,这个路径什么路径呢,你的项目的目录在哪,就指定哪一个啊,那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录在哪,打开之后,这边呢,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录, 你点开之后呢,你PWD可以看到,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录,所以呢,你需要把这个项目录呢,把它放在,这个位置啊,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啊,这边呢,就指定你项目的一个目录啊,那么指定完之后,下面还有一个配置项,叫做,WSGI横杠, File啊,这个什么意思呢,这个就是你项目中的这个,WCG文件,它在哪里,这里面呢,你要写一个路径,这个路径呢,是相对于这个,项目录的啊,就这个WCG文件,到底在你这个项目下面的哪个文件里面,看到啊,我们的WCG呢,在我们项目录下面有一个,Daily Flash,Daily Flash里面有一个,WCG啊,那我们说这个WCG里面的,Application呢,它是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,入口,所以呢,你要在这里面,给它写上, 这个文件在我们下面的,Daily Flash里面的,WCG啊,然后再往下这里面的,Process啊,就指定,指定啊,启动的啊,指定启动的,工作进程数啊,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,我们的这个,UVCG服务器在启动之后啊,它呢,会一下启动很多个工作的进程,这些工作的进程呢,都可以接受用户的一个,请求,那么这里面,Processes, 呢,就指定启动的一个工作的进程数,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叫3子啊,3呢,是,指定工作进程中的,线程数啊,哎,一个进程里面有指定两个,线程啊,这边是它,OK,那么这边我们要给大家说呀,你启动UVCG,UVCG之后啊,你会发现,进程不止四个啊,这个四呢,是代表工作的进程数啊,就可以接受用户的请求, 还有一些进程呢,它是属于这个,管理的进程啊,所以呢,在这边是指定启动的工作进程数,然后这个,MASA等于出呢,指定呢,是作为这,在这些进程里面呢,有一个,主进程啊,有一个主进程,然后下面呢,有一个PID, 发表啊,那么这个,PID发表呢,它呢是,保存,主进程的ID啊,保存,启动后,启动之后,那么,主进程的,PID,主进程的进程号啊,会保存在这样一个文件里面,那么这个文件呢,它到底生存在哪里呢,就相对于你这个目录的啊, 其实就是,你启动之后,会在你的项目录下方,形成这样一个,UWSGI.pid,保存,启动之后,主进程的,哎,它的一个进程号,那么这个呢,下面这个PID的项呢,它呢是, 试制,UWSGI,后台,运行,就是不再去占用这个,终端,作为守护进程的,在后台,运行啊,那么,但它运行之后,它有一些信息呢,需要输出,那么它输出到哪一个文件里面呢,UWSGI,就,UWSGI.log,保存,日志信息,保存日志,信息,好,那么这个, 文件呢,会生存在哪里呢,也是生存在这个目录下方,它就是相对于这个目录的啊,好,下面呢,在这里面,还有最后一个啊,叫做,VirtualInv,这个什么意思呢, 设置虚拟环境的,路径啊,设置,虚拟,设置啊,我们的虚拟环境的,路径,那么这里面看一下,VirtualInv,我们的虚拟环境在哪呢,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啊,我们装虚拟环境的时候,对吧,你直接在这里面, CD,回到你的家目录,它的下方呢,有一个点VirtualInv,S,Ls呢,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,有一个目录叫做,Daily Flash啊,那么这个Daily Flash呢,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虚拟环境, 所以呢,进入它之后,你在这里面,你看这个,PWD,那么这个PWD呢,就是你虚拟环境的一个,路径,你要把它放在,这里面啊,放在这里面,那么这样的话, 把这些东西都放过来之后,我们这个配置文件呢,就已经配置好了,好,配置好了之后,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,关于这个UVCG的启动,还有这个,停止,好,启动的命令是什么啊,直接敲入UVCG,后面跟上一个, 杠杠杠,I,后面呢,跟上一个配置文件的,路径,比如说,我们这里面对吧,直接是杠杠,后面跟上这个文件,那么,如果呢,是,想要停止的话,怎么停止啊, UVCG,杠杠,stop,去写上那个,UVCG.PID的一个,文件的,路径啊,就可以呢,把这个UVCG呢,给它停掉啊,那么在这里面,首先我们给它做一个启动,在这里面呢, 清一下屏,启动之前呢,先PSUX一下啊,GIP,看一下UVCG有没有启动,好,没有,那么在这里面呢,我们刚刚这里面有一个配置文件,我要去启动我的UVCG服务器,怎么做啊,UWSGI,杠杠,RNI,然后呢,后面写上,跟上,跟上你这个配置文件的路径啊,那么这个配置文件在我这个,就在我启动的这个目录下方,所以呢,我可以直接写上一个, 哎,直接写它的名字啊,如果呢,你不在这个,不在这个目录下方,对吧,你要跟上一个相应的路径啊,那么好,回车,那么这一回车,这边呢,会告诉你,对吧,他要获取这个配置信息,从这个文件里面,获取完之后呢,你再去查一下啊,PSUX,然后呢,写上一个,GIP,写上一个,UVCG啊,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,是不是启动了很多进程,对吧,哎,一二三四五六啊,那么其中有四个,你注意啊,其中有四个,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,工作的进程啊,工作进程,那么这样的话啊,其实呢,你把它执行,你把它执行起来之后,就相当于,执行了我们的软塞网啊,这个服务器就启动了, 启动之后,你就可以通过,他监听的这个IP和端口号,访问我们的,网站啊,访问我们的网站,那么怎么访问呢,点开他之后,比如说现在这个端口号呢,我刚刚变了,变成这个,8080,那我怎么去访问他呢,我就可以在这里面,输入一个地址,127.0.0.1,对吧,冒号,8080,我要访问首页的话,我就可以敲入一个,index啊,OK, 那么在这里面,你一瞧index啊,你最终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页面,对吧,但是这个页面的话,这个上面的这些信息,包括图片能显示,但是样式呢,是没有显示的啊,那么,我们首先在这里面给大家说一下,为什么这个样式不能显示啊,就是在我们的这个,相告啊,你注意啊,在我们的这个,相告里面,他呢,你debug等于true的时候啊,那么这个静态文件呢, 其实呢,相告帮你做了一个处理,那么当你改为force之后呢,相告也不能帮你处理这个,静态文件啊,那么所以呢,这个静态文件呢,他是不能显示的啊,那么,不能显示,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静态文件,好,这一块呢,需要呢,去用到啊,我们给大家,之后,要说的一个叫做, nzx啊,使用nzx来帮助我们提供这个项目的,静态文件啊,静态文件,在这里面,到这一步的话,你只需要知道的就是,我们可以呢,通过这个,哎,可以通过啊,nzx作为我们的,web服务器啊,它也一样的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啊,访问我们的网站,OK,这里面是nzx,它的一个安装配置, 以及,它启动作为一个web服务器,好,那么,再往下呢,我要停止它,怎么停止啊,直接,点开照,那么,停止的话,就是在这里面,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,我们说刚刚呢,会有两个文件,对吧,看它的文件,kid.uwsgi.pid,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它,里面主进程的一个进程号,那么,这个里面呢,就是它的一个日志的信息,你可以kid.uwsgi.log啊,那么,在这里面呢, 它会给你看到没有,启动的信息,包括浏览器请求的信息呢,都会在这里面呢,有一个相应的,记录啊,相应的记录,OK,那么,知道它之后,我们现在要把它停掉,怎么停,就是,UWSgi,杠杠,stop啊,stop后面呢,跟上这个,主进程号所带的这个,文件啊,叫做UWSgi.pid,然后呢,你在这边一回车,好,回车之后,它就把它停了啊,再去查,PS,然后呢,写上一个git,写上一个, UWSgi,OK,是不是停了,这里面呢,就是我们这个,UWSgi,它呢,作为一个,Web服务器啊,来启动和停止,来启动和停止,OK,那么,这是这块啊, 我知道,把它接纮 Pac,启动和停止递,卡,啊,好,看到,